欸沒事我只是想要知道現場還有沒有其他人這樣子 好 好下一首歌曲 這首歌叫做《淮香曲》 也是來自大八六九部落 那這首歌比較特別一點它就是一個傳唱歌 不是後面的人去創作或是什麼 那這首歌呢它就是 就是在鳥處五六零年代那個時候如果有的那個 什麼啊 動物盛行的時候 就你在那個做工的時候啊 就是大老家他們就是會一邊做事 然後一邊唱這首歌曲 欸這邊也有欸 對然後就是就是開始傳唱那個時候 也是對家鄉啊對友人啊是什麼的 一些思念之情 所以這首歌曲《淮香曲》 好像是演唱的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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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 李宗盛